广西壯族自治区御林市屬於雅勒代氣候 立於中藥材的種植 從漢代南方海上絲綢之路形成後 成為南藥北運的枢紐 是華南地區的中藥材集散地 海內外著名的南方藥都 每年我們市委市政府召開藥博會 把我們中國的南方藥都 已經把它宣傳出去 全國一共有17家專業市場 那麼我們第一是博州 第二是安國 第三就是我們 一年中藥材市場 這裡的未來發展一定是什麼 朝著個體戶要轉型升級 因為現在的2000多戶 今年戶百分之八十是個體戶 只有百分之二十是公司 無藥不過玉林 尋香必至玉州 玉林中藥材市場裡幾千種品項應有盡有 玉林有一個話語權 而且這裡是有什麼呢 百分之七十的都是我們外地的經營戶 就是場地的過來 然後會聚集到這裡全國的藥材 還有國外的藥材都會聚集到這裡 所以要從這裡交易出去 市場空間大 吸引四川業者帶著優質的冬蟲夏草 向前東進 童小攤販吐展成大店舖 我們看冬蟲夏草 第一步是聞它的味道 你過來看看 你聞一下它的味道 它有一股香菇味道 特殊的精綠的味道 然後第二步我們看它的 所有的好的冬蟲夏草 它中間都有四對組 你看到沒有 四對 這個嗎 對 很清晰 很明顯的 沒錯 對 然後這個背部的環紋 都是三小一大 三小一大 小一大 對 所以我們就通過這三步 第一步就是聞它的味道 第二步看到它兩個特徵 那基本上就是八九不離職 它就是看得準的話 它就是贈品 中藥財銷售客群 過去以藥廠 藥店 皮髮客為主 現在藉著藥博會推廣 好口碑傳到國際市場 發現新商機 以華人為主 然後國外的也非常多 像印度的 巴基斯坦的 國外的都有 港澳臺的 新馬太 都有 都非常多了現在 過去中藥財多用於監藥補身 如今人民的生活水準提升 也帶動中藥財的應用轉型 不僅能實用 也成為伴手禮的暢銷款 後來我們發展到 從草的價值 知名度越來越高 它的 好 它的要用價值 都被老百姓廣泛的 認識到了 了解到了 那老百姓就拿了 送親戚朋友啊 送長輩啊 像我們現在這邊很流行 桃椒啊 雪燕啊 還有雪蓮子 一起來燉這個甜品啊 它有美容啊 養顏的功效 它裡面還有很豐富的這個 蛋白質啊 都是純天然 沒有任何加工的 市場內上千個店鋪 品質和價格卻相當穩定 管理單位透過統一制度配套 統一管理 為店家還有消費者 提供雙方面的保障 不單單是我這個鋪面 包括我們整個市場 不管你去哪一家去問的話 我亂開價這些啊 好像漫天要價 一般都是有一個浮動範圍的 我們市場也 市場管理處也不允許你這樣做 因為我們這個市場 這個配套數是非常的完善 它配有什麼 配有警察中心 有肉材的社員 有電子這個商戶 有電子交易 還有那個藥材的信息等等 所以說來這裡購買藥材 是非常的放心的 2017年進出口70多萬噸的中藥材 貿易金額高達上百億人民幣 中藥材產業是當地一大經濟強棒 帶領玉林市2017年總GDP衝破千億元 一舉要上廣西第四大經濟強勢 我們在星期間 自2014年整合产业链 成立玉林中医药健康产业园以来 吸引众多企业入驻 形成群聚效应带动产业发展 玉林市一步一脚印 扩大中药材版图 踏实创建华南第一大中药材市场 园区抓住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机翼 正在规划建设中国文莱玉林健康产业园 目前我们正在洽谈玉林一家企业 作为建设业主 建设中国文莱玉林健康产业园 清蒸香料食品药品深加工出口基地 项目总投资25亿元 规划占地面积1600亩 原区邻近玉林机场铁山岗码头 四中三横配套路网建设的交通网 再加上距离重要材交易市场 只有短短8公里 方便原物料的取得 为企业提供完善的配套措施 原区为入园企业投资建设了供水 供电 供气 供热 道路建设 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 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服务 老字号制药品牌 近年来搬迁到中医药健康产业园 破建新厂后 未来年产值渴望达到30亿人民币 炼制从古 技术从新 业者保留提炼古法 跟进时代提升硬体设备 科技制程 推动了中医药学和现代科学的交汇 企业规模也逐渐扩大 市场遍及海内外 现在我们有50多个品种 70多个品规 产品远销东南亚 包括欧洲 欧美地区 加拿大等等 需业统计现在已经远销 有28个国家 这是企业的发展 药香船市近百年 全市玉林制造的产品 做出好口碑 获选为中华老字号企业 很多地道药材 都就地取决于我们广西 这边的一些民族药 所以成为了这个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有别于传统药品 随着时代进步 人民生活水准提升 康养观念兴起 政府不断推动健康产业发展 业者也投入新市场 从产品线来讲 我们往下游的话 可能会涉及 现在就引进 我们已经研发出一些 大健康产品 整合下游产业 原物料也一条龙全数包办 从生产到制造 都不假他人之手 主要是在药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 当然我们往上延伸 也有药材的种植 比如说像这个 毛骨肌骨草 杨面针 活手等等 几十种药材 为了这个 也便于控制药材的质量 所以我们未来 可能会更加扩大 这个药材的种植面积 包括一些药材 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来讲 我们也未来 也要进行 这个叫做储备 原料的来源 主要是依靠公司示范 加农物 发展农物来种植 我们这个燃料过去 就是依靠野生自然来采发 但是随着野生自然过度采发 已经没有人 无法满足这个上产需求 然后我们通过 也广西 也相关的科研单位 进行野生变榨种 发展现在这个 规划化种植 标准化 我们每年要需要 一百多以上 我们现在这个机器 可能满足不了 我们通过 我们释放 推广农物的种植来获取 透过园区内的群居效应 垂直和水平整合企业 互惠创造更大利润 南方药都不仅壮大内部实力 更进一步向全球招手 引资禁欲 将中医药产业推向巅峰 师父封 公聖汕 Box 公聖冲族雨量丰沛 富地大 廣西壯族自治区 良賴得天獨厚的優勢 發展中藥材產業 全區一共種植 四千多種中藥材 被譽為天然藥庫 玉林市凭借中藥材種植 加工 銷售等產業 獲得南方藥都的美稱 這邊這些是五指茅圖 我們南方藥叫做南方藥山 也叫做土白棋 它們的作用是綠水氣勢 對保健作用的好大 我們這邊有100毛左右 這樣種植 但我主要這邊育苗推廣 現在還是剛剛開始 因為現在需求量比較大 現在野生基本上沒有什麼了 它種植的年份 大概要一年半 這兩年就可以收成了 它一科要有三幾六斤這樣子 鐵皮石壺是中華九大仙草之首 長年來市場需求居高不下 因此有業者打造種苗生產中心 現在的藥材主要來源於東南亞國家進口 因此我們現在就是尋找存證的品種 又選出良好的品種 然後進行大量的擴繁 銷售於市場 給這個專業的這個種植戶 或者是專業的種植公司進行種植 以滿足市場的需求 有別於傳統種植技術 利用高科技主培技術繁育 能夠保障生長品質和培養進程 我們經過這個優良品種的選運 然後無菌材料的獲得 通過這個培養劑的配置 剛才大家看到的這個芥種 等等一系列的這個過程 現在進到這個培養室裡頭培養 這個苗在瓶子裡長 大概六到八個月 我們就可以拿到這個苗床上 進行這個培養 進行種苗的培養 進行種植 培養出來長成的這個茎 然後它的花 都可以作為我們食用的原料藥 或者是叫做保健品 不僅有實用功能 中藥材也結合文化元素 設計成嶄新的商品 搶攻年輕消費市場 這個繡球 它不是一般的繡球 它這個是融合了我們 撞足這一塊繡球的這個工藝 和我們自己中藥的這樣一個 功效開發而成的這個產品 其中的裡面的這個香料呢 可以幫助我們提升醒腦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小缺心系列 大家可以看喔 就是又有吃不胖 不加班 有人愛 睡得香 看你們需要什麼啦 除了文創小物 還有涼茶 花茶 將中藥材研發成日常飲品 這橘紅全身都是飽 是像剛才說的 橘紅花掉下來了 可以曬乾 直接沖泡那個白開水 直接可以飲用 像飲料產品主要是在廣西 現在剛剛開始鋪 然後這個切片啊 花這些都賣了一兩年了 銷量還不錯 消費者反應也比較好 橘紅有潤喉潤肺效果 種植歷史悠久 卻一度面臨沒落 如今受到政府的重視 重新成為人氣王 我們兩廣意思是 橘紅種植的傳統種植區 歷史上我們 我們縣北 我們這一代也有種植 以前有供銷社的時候 因為是有收購的 然後還做磨成粉 出口到國外 然後由於歷史原因 後面供銷社不收購了 當地農民為了生存 這個橘紅果也不能吃 它只能種著中藥材 他們就砍掉了不種了 就做成了立志農業 然後到10年開始 縣裡面又大力發展 這個中藥材橘紅的種植 然後我們公司 就響應政府號召 來到這一代 大力發展這個橘紅種植 目前種植的橘紅 連片面積有2000畝 是傳線最大的連片種植區 業者和廣西農科院合作 運用最新的技術 培育橘紅無毒苗 要在兼具方面 采取了四成四五成五的種植方式 經過兩三年的發展 我們從目前的種植情況來看 我們的橘紅苗比傳統的橘紅苗 種植下去以後 提升了兩年掛果 一般傳統的橘紅苗 種植是要四到五年才掛果 兩間畝能夠生產近十萬斤的橘紅 但為了順應市場需求 除了自產 業者也向農民進行收購 再進行深加工 提高產品附加值 這橘紅果的話 烘乾 要經過水運泡 泡源之後呢 用這個針往裡面抓 加穿 因為裡面呢 它這個果裡面有一些 那個囊的裡面 它那個空氣你把它壓 壓出去它才能收緊 以後是通過這個機器 全手工來壓 前製作業利用純手工 烘乾後再用自動化切片 烘管成品厚薄度 人工和自動化同步把關品質 你看看這個片 然後全身是有一個像黑色的一個小黃 肉圍著 這就是橘紅裡面那個揮發油 它把裹著整個裹 然後這個如果是越黑的話 這個是質量是越好 就是說這個本草嘎末也講了 這個越沉越涼 就時間放了越久 它這個揮發油就滲進去的比較深 就是最好的 玉林市整合中藥材上下油產業 揮別過去傳統野生種植 擁抱現代化的技術 提高產量和品質控管 多元產品打開信通路 走向品牌化經營 南方藥都憑藉著中藥材 將再創更多經濟夾擊 增加電視